祝福小獅子和四主一家人 可以過得幸福美滿 但不是每隻寵物都有這樣的際遇 印尼一隻可憐的紅毛猩猩寶寶 被四主關在基隆裡 過著營養不良的日子長達一年之久 幸好被當地救護中心救出 並且細心照料 終於可以第一次下地走路了 一個印尼的救護中心 去年十二月發現了一隻紅毛猩猩寶寶 被關在基隆裡而且營養不良 在經過幾個月的細心照料後 小紅毛猩猩終於在三月底 走出了牠的第一步 由國際動物救援組織公布 在網路上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就是名為布提的紅毛猩猩寶寶 在沒有受益的幫助下可以走路了 接著坐在地上四處打滾 然後把牠自己舉起來 當時牠們在一個相當危急的狀態下 把布提從四主手中營救了過來 牠們說四主把布提關在一個雞籠裡 並且只為牠吃煉乳長達一年的時間 布提的身體水腫且營養不良 而且牠的四肢呈現腫脹 彎曲的現象 影片中的布提在獲救後來到救護中心 當一位獸醫把牠抱起來 餵食時疼得滋滋的嬌 在這個動物機構公布的更多影片中 可以看到布提在治療中越來越有力氣 一位獸醫把牠的兩隻手臂一起拉起來 並且把牠從地上舉起前後擺盪 我媽媽明天要起步 我 布提也學會了如何爬上 盤爬架 就是為了未來把牠野放而準備的 這家慈善機構目前照顧了 83隻各種年齡的紅毛猩猩 牠們先前都是非法地被作為寵物飼養 所有的動物都正在逐漸地康復 之後將會被野放回原有的棲息地